你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11月8号晚间的百格大事迹 马上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 首先呢 卫生部发现过去两个星期以来 我国出现了第一型骨痛热症 而过去呢 我国主要是第二型骨痛热症病例 必须注意的是 曾经患上第二型骨痛热症病例的病人 再患上第一型骨痛热症 危险性将会提高 可能面对更多的并发症 今年大马骨痛热症病例不断攀升 相比起去年同期的病例 距增了将近百分之一百八十七 达到八万八千两百零四中 在此呢 促寝民众 注意居家环境卫生 减少蚊虫的滋生 下一则新闻 金马轮山洪事件 两名惨遭活埋的印尼夫妻的尸体呢 已经被巡获了 让这起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五人 正当金马轮的民众正 如火如荼清理于家园的时候 气象局呢 预测从今天到下个星期四 金马轮每天下午将会有雷雨 当局呢 也劝告民众呢 在这段期间不要在空旷的地方 同时呢 也要减少在下午的活动 避免发生不测 另外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部长 巴拉尼威表示 位于河道旁的巴登威利华小 已经经历了两次洪灾的冲击 再呢 到了紧急需要呢 搬迁的地步了 目前呢 他正和该校的董事部商讨搬迁的事项 针对路路插通局在本月一号开始取缔 违规车牌和车登的行动 今天该局总监说 到目前为止 全国各地共发出了5515张的罚单 而第一阶段的取缔行动将在本月尾结束 到时候呢 将探讨取缔行动是否带来成效 再决定是否持续展开取缔 国际新闻 警察不一定是人民的保姆 墨西哥一群学生在9月26号 为争取教师权益走上街头 其知呢 在回家的途中 遭到呢 和地方独销集团挂钩的警方开枪扫射 造成6人死亡 43人失踪 目前呢 落网以及招供的黑帮嫌犯指出 这43名失踪的学生 是呢 有警方交给他们处置 他们马上杀害这批男童 并且呢 将尸体和旧轮胎等垃圾杂物 一起焚烧将近14个小时之后呢 再装袋丢进河内 目前呢 墨西哥警方已经逮捕了74人 包括黑帮成员警察以及伊瓜拉的市长 最后一则新闻 到底要怎么样培养爱国精神呢 一名俄罗斯女议员就提出了一个 局纪争议性的建议 他在国会上提议呢 将总统普丁的金子游寄给全国的妇女 让女性怀孕 并且呢 大量繁殖小普丁 以制造一支爱国团队 这位女议员呢 是俄罗斯女性事务儿童 及家庭国会委员会主席 除了呢 广传普丁的金子 他也建议呢 让小普丁入读特别的学校 接受军事的训练 确保呢 他们实践普丁的基因 目前呢 还不知道 国会是否会通过这个法案 今天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 请留意白隔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